我们第一个在讲党固存的时候 我想我们先了解什么是党固存 还有一个叫三酸甘油脂 这是什么东西 总党固存我们去检查都有一个指标 总党固存的指标基本上必须小于200 单位的话是DL 然后在几毫克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低密度 脂蛋白党固存 这个就是LDL-C 这个就必须小于130 那高密度脂蛋白党固存 也就是HDL-C 在男性的话大于40 那女性要大于5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酸甘油脂 就是TG 必须小于150 这四个指标其实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其实很重要 对于身体不好的人 比如说他有心血管或糖尿病的人 他的总党固存 其实就要比刚刚严格一点 刚刚是200 他必须限制在160 那低密度脂蛋白党固存的话 他必须限制在100以下 这个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同 所以他必须做一些更严格的管控 其实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低密度脂蛋白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坏党固存 大家都对这个就会比较紧张 如果太高会很紧张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有什么功效呢 它会将我们的党固存 由肝脏带往血管里面堆积 那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所以它容易渗透进去我们血管壁 然后形成一个周状动脉硬化 然后会让血管壁增厚 所以呢 它这样的话会让我们血管壁失去弹性 增加心脏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 还有中风啊 以及周边动脉的一些疾病的这些风险 所以低密度脂蛋白 其实它在我们人体血液中 是占了60到70% 所以呢其中比较小颗粒的低密度脂蛋白 对我们人体就比较危险 至于那个比较高密度的脂蛋白 我们就说好的党固存 那它有什么功效呢 它可以协助我们将这个党固存 从这个动脉血管以及周边组织 运送回肝脏 进行合成跟排泄掉 而且可以让它精油胆汁 然后把它排出体外 然后可以驱逐我们血管中 比较多余的党固存 避免它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但是因为这个高密度脂蛋白 其实它仅能够携带我们血液中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党固存 所以它也不能够说完全就是 清除我们全部体内的一些 多的这些低密度的一个党固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三川干油脂 它是一种中性脂肪酸 它是一种人体的一种脂肪 我们人体摄取 主要来自于油脂 蛋白质或碳水化入的这些热量 那如果说没有立即被消耗的时候 就会转换成三川干油脂存在脂肪细胞里面 然后备用 那备用的结果就是怎样 就变成你皮下脂肪比较厚 那你就变得比较胖 你这样看 刚刚讲三川干油脂 其实最主要是多的脂肪跟蛋白质 还有碳水化入 碳水化入就比如说一些甜的一些东西 或面包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就容易转换成我们的脂肪 所以这些观念其实对我们来讲 大概知道这几个胆固存的指标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就会很重要